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吒L它其实是一台主打家庭化的座驾 而且在我眼里它其实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接下来我给你好好的聊一聊 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哪吒L的造型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其实和之前的车型相比呢 还是有一点点家族化的这种感觉的 不过呢在之前的技术上呢 做出来了一些的调整 毕竟这是一台SUV嘛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采用了这个封闭式的前脸设计 这也是目前能够比较好的呈现出 整体感设计风格的 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采用的风格啊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相对于无边界的前脸设计 其实还是更喜欢这种封闭式前脸的设计啊 而且它的灯组看起来呢 就没有采用目前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贯穿式啊 或者是分体式的灯组啊 是采用了相对来说有点科技感 但又比较传统的这样的风格 那就会让它这台车在作为家用车使用的时候呢 不会显得特别的出挑 那来到侧面啊 我们来聊一下这台车的尺寸啊 它的长度呢是4770毫米 宽度是1900毫米 高度呢是1660毫米 而它的车内有效空间呢 根据官方的数据啊达到了3314毫米 可以说能够尽量的将空间留给成员舱 那这个成员舱我们稍后再说 我们先聊一下这台车的造型上面的设计 从设计上面你可以看到 它的视觉上面显得比较的这个修长和优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采用了这个车身比例达到了2比1这样的设计 所以说呢能够尽可能的让这台车看起来 就是有那种刚刚好的感觉 而且这台车呢采用了这个悬浮式车顶身 它有非常大的侧窗 它的侧窗所带来的这个全车的采光面价有3.37平方米 那么在这台车呢 其实你看不到太多的这种锐利的现场 整体还是比较圆润的 但是其实呢这台车一共有17柱的地方 都进行了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优化 所以说它的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数值啊达到了0.258 我觉得放在这个级别里面 其实已经属于是相当的出类拔萃了 但其实这是一台测诚式的车型 其实对于空气动力学不用如此的这个纠结 但是能有肯定比没有好嘛对不对 当然另外有一点就是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也是哪吒比较喜欢使用的 能够凸显出高气感的肯定也是不会少的 那轮骨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是哪吒的风火轮轮骨 因为毕竟是哪吒嘛 哪吒就一定要是脚踩风火轮 可以说这个风火轮轮骨啊 它不光好看 其实也属于是哪吒也要所带来的文化彩蛋 哪吒而所提供的 其实属于是一个层次感比较强的车位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太多很繁琐的细节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种横向的线条 能够大大的拉伸它的视觉的宽度 而且它的整体感做的很不错 那上方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压尾 它其实也属于是一方面看着好看 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够提升空气动力学的 一个重要的配件吧 那在下方呢 则是目前大家很喜欢的贯穿式设计的灯组 这其实也是哪吒的车型的 典型的家族化的设计 我觉得放在这里也是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是logo 在它的下方呢 就是有一条杜骨 它是跟车头进行呼应的 所以说能够让它看起来比较厚的这个 那个包围啊 能够显得更加的有火力 而且是更加的有这种精致感一点 那来到车内呢 你可以看到车辆的整体的 这个科技感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手当起从就会看到 这两块超大的屏幕 那这是双15.6英寸的超大连屏啊 这每一块屏呢 其实都是由京东方所提供的屏幕 而且它的边框也是非常的窄 只有6.7毫米 这台车你让我很难去想象它的定价 但是如果它的这台车 它定价是能够定到十几万 我觉得这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夸张了吧 那这台车呢 它采用的是一块隐藏式液晶仪表盘的这种处理方式 那其实也是目前很多这个合资车企 或者是国外车企说比较喜欢采用的 不过它们的相对来说 会采用一块更加小一点的这个液晶屏幕啊 那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呢 它就会配备一块这个ARHO的一台都显示 它这块银耳盘真的是足够的大 根本不会有这种你看不清啊 或者是看着不舒服这样的情况 扶手台这个位置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一方面是让你靠走的地方 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双开门式的冰箱 那它不是那种对开式的 而是往左边开可以 往右边开也没问题 那它这个冰箱呢 它能够实现零下6度到50度的这个加热的水平 零下6度到50度的冰箱 跟其他的一些扶手台冰箱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打开你的这个真冰箱所拿出来的这个可乐 它是一个有点带有冰爽感的可乐 看起来上面还挂了一点点的冰霜 真的是津津亮透新凉 这才是夏天出门的必备 那在座椅这方面呢它拥有前后排 它都可以控制它的座椅的加热 还有通风 而最出色的则是它的座椅 可以让那个副驾驶一键进行零重力的模式 看零重力座椅加载中 可以说让副驾驶的爱人啊 能够更加好的去享受这个旅途 此外呢它的这个打开这里 你看到非常的漂亮 它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化妆镜 现在买车的时候大概是58%左右的决策权 其实是都在家里的理据人质的 我觉得啊能够给出这样的配置 可以说是把目前消费者买车的这种决策权也考虑进去 那来到后排 因为这台车它的车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314毫米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宽裕了 基本上介乎于一条小臂这样的尺寸啊 头部的空间其实也属于是比较出色的 要超过一拳多的这样的位置嘛 它在后排呢提供了一个小桌板 很厚实 基本上可以让孩子在后边做的作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它的充电啊 充电呢是在后排这里 它有一个点电器 有一个A口有一个C口 而在前排呢 它前排的主驾驶位置呢 是有一个A口一个C口 然后在副驾驶位置这里呢 是有一个A口 所以说它的充电口是非常的多 也就是充分地考虑到家里经常满员的这个情况 大家都有这个充电的需求嘛 所以说真的是给到了近下近买 而且能够考虑到大家不幸的这种充电口的需求 所以说必须得给一个赞 接下来我们把这台车开起来 续号这就有点厉害了 哪吒L呢搭载的是林德时代的电池 拥有40.27千瓦时的大容量 它的纯电续航啊 有310公里 1300公里的超长综合续航 一般怎么说呢 就是增程式它拥有电动车的爽点 但是没有电动车的痛点 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成哪吒L了 因为一般来说78万的纯电动车 其实续航也就差不多这个水平 而它还是一个增程车 而它的增程器的最低溃叶油耗呢 则是4.85升为100公里 而它的这个电池则是L系列的长寿命电池 能够做到8年内或8年内行驶80万公里的 SYH不低于80% 是不是特别厉害 那把它开起来呢 就是这台车采用的是前麦克逊后连杆全架 它的铝合金的控制力啊 这更加有那种操控的感觉 那其实这是一台比较偏向家用的这个SUV啊 但它的转弯半径只不过是5.3cm 比Smart都小 而且它的前后配重比达到了50比50 你还别说这开起来还有一点那种 那么水电叉的感觉 当然这个电动模式嘛 肯定是有水电叉的感觉 但是会让你开起来更加的有乐趣 那同时呢 它有这个比较低的车头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驾驶时候的视野会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呢 就是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落地窗 采光的比例也比较好 享受的比例也比较的出色 然后你再考虑到哪吒车型的它的历史定价 我想啊 从它的续航到它的操控 再到它能够提供的这种舒适型的享受 再加上它的这个静音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这个用料也很扎实 我觉得哪吒L就是要做到同级别的性价比第一 那接下来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咱们的哪吒L 它首先就是拥有非常出色的纯电续航里程 毕竟31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基本上都是一些10万元以下的这种纯电教室的续航里程 就是说你买了这台车之后 你不光可以把它平时用来长途自驾 在市区里面 你其实完完全全就可以把它当作一台纯电车去开 也就是说它拥有纯电车的乐趣 也不会有纯电车的这种痛感 第二点就是它的操控非常的出色 前迈迈迈迈后五连感的这个悬架 可以能够做到刚中有任 任中有刚 也就是说在过山的时候 它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操控感 然后在过一些非铺张雾面的时候 能够带来那种平稳的这种感觉 能够将全家人开开心的带回家 第三点就是它的配置水平相当的注色 第四点则是它的开车的那种视野比较好 它的车头下压 所以说你在驾驶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盲区 再加上它的全景的摄像头 能够带来泊车的时候 对周遭环境的所有的理解 你就基本上可以做到非常轻松的去一些 哪怕你不熟悉的这种停车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静静效果表现的 也非常的不错 绝对是属于是30万级别的这种豪华SUV 所提供的这种配置水准了 而且它的空间 前面你也看到了 它的后排不光有个小桌板 而且按照我的身高 坐进去的招搭腿部 基本上都有差不多一截小臂这样的余量 所以说作为一台加入车 它绝对是毫无破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